你们你刚刚讲说 现在生意很清淡 现在生意真的蛮惨淡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是在 等于是说每一年的年底 都算是我们婚礼的旺季 那因为疫情的部分 是从过年前就开始慢慢的 所以有一些新人 已经开始在酝酿 就是他们到底 要不要如期的举办 那那个时候我们都 大家都还算蛮顺利的 都有举办完成 可是到过年之后 因为过年前 大家都会开始看新闻 就会发现疫情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想说 我们开始的开工日 会不会就会开始一直顺延 就还在思考当中 二月的时候就开始 会有一些春酒 公司会先开始 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希望 企业先集体 春酒今年几乎都取消了 对春酒真的 而且我觉得今年 那个饭店最惨 是因为今年过年过得早 所以本来大家都打算喝春 所以伟洋很多都没办 想说等春酒 就春酒全部都没 对 结果也没较散 很奇怪 对 对 那是居家嘛 都没吃 你输的空气也有养分 对 然后就春酒完 大家就开始开始 慢慢慢慢取消 但他们的方式都是说 先延期 因为我们大家都还在观望 那时候都不知道说会这么严重 对 就延到后面可能就是 我们就从二月开始一直等 然后就想说应该会到三月 就会听到说他们可能要确定演到哪一天 结果一直到现在 很多春酒 其实他就变完全的取消 那我们还有一个同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跟 就是可能跟西密或摄影师等等 比较不一样一点是 我们有前期的企划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已经在服务 我们不是说等到你婚礼 当天才出现 可能你下定的那一刻 不管你是半年前 一年前 我们都已经在服务你了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同业 他是已经全部流程 活动都企划好了 只差当天把它呈现出来 可是你就已经被取消掉 陪他去订婚纱 看婚纱 订饭店 然后整个流程规划 联络 讨论 对 结果就整个没有 然后在新人都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很强 要被取消了几场 你 我们公司 我们算 因为新人 我们现在比较保守 请他们先延期 虽然说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就是先压着这个订金这样子 目前我们公司从二月到四月 目前已经取消四十场 就是我们公司的减赦 对 这会重伤害 完全 一场如果赚一百万 四十万 没有啦 报税保不得了 没有没有 一场都没有 没有多少钱 我们还扣掉一些人事之外 那时候开始这样 对 所以其实就损失是 赚个二十万 四十场也是八百万 对啊 真的 可是我们公司没有赚那么多 饭店可能会有可能 对 饭店可能会有可能 对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的状况来说 我们现在一直到 五六月的新人 还是有人先撑着 就是还是先暂时的如期 还没有先提出说要退订或延期 五月 五月六月的新人 都还现在还撑着看看 但是 我们其实都抱持着觉得说 这段时间可能 大家应该就是 很难会有 真的很如期 就算他们如期 可能也会缩小规模 对 慢慢的变少这样的 人数变少 我可不可以先做个民调 这里五月份 如果说有人举办新人的婚礼 我们不要讲多少好了 五十桌 会不会去的警局手 不会去的警局手 这样你有看好不好 我懂 不去又安全对不对 钱又不用包那么多 什么叫钱 不用包那么多 我们一般的行情社 有一个低标 因为去就有低标嘛 一般不去也会有低标 可是通常去会包 但是去通常要包多一点 对 去跟没有去这样差别是多少 看交情 比如说去 如果你在台北 他又请在五星级饭店 又够交情 老实说三千起跳是必然的 对 对 如果不去可能就觉得 两千多一些些 两千差不多 对 对 主要是看他办在哪 对 本来是想说五星级饭店 就给补贴 你现在我连吃都没吃到 又没有外带 喜宴外送 对 为什么你们五月还不去 改变形态 五月啊 五月当然你要考虑到 现在已经眼看就是四月了 这个全球疫情 他那条线还是这样子往上的 你很难想让他突然这样下来 因为你至少基本上疫情下来 你要有个死是天 让他洗一次 别的不用讲 你看老共这么怕 他们现在都是00000 已经零多久了 看到现在也要等到 武汉也要等到四月八号 你那个000应该是警灵 我们不多加揣测 但是他们是抓两个十四天 所以我觉得抓 一个月左右的缓冲 就是已经下降了 然后再抓一个月缓冲 也许会比较OK 但现在感觉全世界 几月份你会觉得比较安全 可能大概七八月以后了 对 遇到现在那个局势 暑假可能 我认为可能不会那么快 因为一样嘛 曲线上升 对啊 就是曲线 然后全球又有不同的 那个病例境外移入 你听过你的同业取消 你是被取消了四十场 我们公司整个 公司嘛 那其他同业呢 其他同业大家都很惨 像我们 因为我昨天才跟一个饭店业者在聊天 然后就问一下说 那你们被取消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们四 他是跟我说从三月开始 三月四月五月 全部哦 没有一场 就是全部 cancel掉 那我觉得他们饭店 比较有良心的一点是 他们是主动的 去跟新人提出这个 关心的讯息 对 去了解说 因为目前疫情的状况 你们有考虑要延期 或者是有没有要 就是干脆就停办这样退订这样子 那很多新人的选择都会选择就是 很确定要结婚的 当然他就选择延期 但是如果说他可能觉得 不办婚宴其实也没关系的话 有些人就选择退订 因为他不晓得 什么时候会结束 他不知道他延期要延到 哪一天 哪个月 像我们也有遇到新人 就是他已经延了 今年三四月 他延到明年的三四月 然后他就延了一年 但他反过来问我们说 我都已经延了一年了 如果明年这个疫情还在的话 你觉得我的婚还要结吗 他问我 天哪我怎么回答 那你 我想也还是有人照办 对还是有人 可是亲友可能来祝福的 就比较少了 是 主桌一定会来的 对 那还是有新人 还要新人进来吗 伴郎伴娘嘛 那个仪式全部都要嘛 没错 那个主持人也是要照念嘛 这时候 这时候会有什么 就是 这个我们欢迎 进来 热烈的掌声 我现在没几声呢 目前还会办得新人 其实原则上 人数 可能都是比他们预期的 可能少了一半左右 可能你可能30多 现在可能只剩下10几多 又加上之前的 建议在室内 百人内的话 状况 阵定一下来之后 很多人其实都缩小规模 那你说 你缩小规模状态的话 其实反而对 来参加的宾客 他们其实安全感更高 因为30桌 这里一桌 那你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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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看 一个人坐一桌才足够 一个人坐一桌 打到八公尺 社交距离 所以其实我是主持的时候 就会发现 真的变好空 然后洪汗很大一条 新人想怎么走都可以 但你说呼声跟掌声 有没有比较少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来的人 会来的人 其实原则上都是 对新人来说 都是非常要好的家人或朋友